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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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很好奇的是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公园地处香港金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 而且这个地段真的是非常非常贵寸土寸金啊 那其实想问一下Patrick是怎么样可以拿到这个地方来开店的 对啊 这个地方呢 拿到有点困难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二十多年了 段段叔叔的几个主要 要投标的 香港政府什么都要投标 投标 投标 几年前呢 三个主要呢 我们是做那个泰国菜跟意大利菜 后来发觉到那个意大利菜也不是很受欢迎 可能金钟也很多意大利餐厅 那后来呢 我们这个新的主要 我就想一下 什么好呢 三个人比较喜欢吃那个日本菜吧 除了这两样菜之外呢 我看到很多菜单上面还有很多主打的春菜哦 春菜啊 我觉得很惊奇 为什么想到做春菜 这个春菜呢是后来炸进去的 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国内的朋友 很喜欢这个环境 不知游客 就是附近很多嘛 这个中营大厦 很多大厦的里面的住客 都很多呀 中国朋友的 L16 你猜一下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叫L16 我百思不得其解 想问一下老板 为什么会听L16这样的一个名字 这个L也是 没什么意思的 就是没有意思 很多人说是不是love 爱情的意思 这就是见人见智 有了问是不是姓梁呢 因为我姓梁 对对对 姓梁的意思啊 我说 各方面都有一点的 就是我们自己先揣测 来这边的人的目的不一样 就有各种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不仅是这家店很有型 我们老板很有型 我们老板讲话也是很有型 所有的东西 你自己去揣测好了 是的那是 好我们等一下也揣测一下 这里的菜好不好吃 好好我们待会期待一下 好谢谢我们的老板 谢谢谢谢谢谢 好我们来到这一桌子的菜啊 真是让人觉得足不出户 就可以去到好多国家里了 对对对 你看特别厉害啊 我们桌上有很多很多各国菜 哎 扎俊用不同的语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考得到我吗 你看我们这是 你哄的 这个资深啊 还有这个 山西米 我们的这个 泰国沙拉 泰国沙拉 那当然呢还有我们的 死酸人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煮鱼串儿 水煮鱼 特别厉害 你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小魔女看到自己家的这个菜 都已经非常春春欲动了对不对 我们先介绍我们师傅 好 我们的 张师傅 张师傅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大厨呢 就是人说大厨都喜欢戴这个厨帽 而且你说这个厨帽有多高 他的厨艺就有多深 那可见我们张师傅的厨艺已经是比天高了 对 非常的高 对非常厉害 平时做菜的时候 最拿手的是哪个国家的 我们是泰国 主要是泰国的 四川 四川 我进行都是四川菜 四川菜 好 那今天要和我们介绍的第一个菜 是什么菜 我们看桌上放了这么多 有热菜有凉菜 当然如果按照惯例的话 我会开始先吃了 排盆吃 对啊 而且我看到那个马粪海胆 真的很幸远 我直接来吃海胆 在这在 我来帮你 这海胆特别漂亮 有一点点腥腥的 黏黏的 稠稠的 但是很鲜 喂 这个开始入口的时候 比较像豆腐的味道 就是软软 就是豆腐脑 对非常像豆腐脑的味道 海鲜味的豆腐脑 吃完了这个刺身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道菜 虽然也是凉菜 但是跟我们的刺身 就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泰国的沙拉 那这道菜呢 就是我们泰国著名的柚子沙拉 对不对师傅 对啊 这个是用那些三角蜜 甘油去量 最美 最好吃的那种筋肉 是泰国的吗 泰国的 嗯嗯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花生米跟虾米 虾米 还有野糖 野糖 还有乙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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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迫不及待了 快试一下吧 来来来来 赶快我们来试一下 这次你先 通常我们去泰国菜的时候 会先点一个柚子沙拉来开胃 哇 是不是 好甜哦 这个柚子 真的吗 有多甜 真的就是像我们师傅说的 最好的泰国筋柚 嗯 然后汁水很饱满 好汁 这完全不是我平时能够吃到的柚子 对啊 就是我吃到的柚子里面 还有点色色的酸酸的感觉 就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就感觉一股蜜糖味 充盈口腔 对啊 很甜 而且它的那个汁也很饱满 最重要的是汁一定要饱满 嗯 这个水煮鱼呢 我觉得看上去真的是很辣的感觉 你看这个辣椒整个布满这个鱼的这个表现 知道吗 这个川菜好吃还是不好吃是怎么样去评价 因为我在香港看到很多的这个川菜他们的做法 虽然他们是用很多辣椒跟花椒 堆起来 没有 没有 很干的 那川菜就是一个特色 油 油 油 所有的东西都得浸泡在油里面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大厨 怎么能够把川菜的精髓掌摩到 是亲自去了四川成都拿到了这个 recipe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老板在四川都有开一个餐馆 都有水煮鱼 都有 水煮鱼 然后老板去了四川以后 我都吃过了 那边 你也去过 工作几天 工作几天去看一下 特别去四川取过精的 取过精的 对 去了取了精 那我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川菜 他们做川菜呢 这个面上也是有一层牛的 但是把这个油一剥开呢 下面就是清汤了 这就是检验川菜正宗与不正宗的一个标准 就说下面剥开要是清汤 还不是清汤 下面剥开也要是油才是川菜 天哪我就整个剥不开耶 就一直都是油味 所以我告诉你 它一定是很正宗的川菜 哇真的是太正宗了 我们先试过 来来来 这个你最有权利说话的 就让你来先评评什么味道吧 好 我跟你说太好吃了 真的吗 这真的是我在香港吃到最正宗的水准 你知道吗 今天你来这家餐厅已经用了太多个太子 我真的没有办法抗拒这样的川菜 是吗 我来试试 你试一下 嗯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 太好吃了 为什么 有辣有麻有油 就是它的麻 通常我们 都有一点想要咳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麻特别入心 而且特别活麻 就之前我们没有说到 就是说在香港做很多餐厅 它说那些辣是死辣 死辣死辣的 对对就是真的 只是辣没有其他的味道 真的想把它辣回来 其实不容易 川菜的要点就在于 它是香辣 不是死辣 我们这个菜吃到最后的这个厚味 真的很香 你感觉这个辣椒 嗆嗆的把那个香味给带出来 这个是绿咖喱 绿咖喱 就是泰国 比较辣 而且很香 通常客人最喜欢吃这个 因为他最喜欢吃这个 我们来试一下吧 水纸牛肉都很多人吃 水纸牛肉都很多人吃 很多人吃 所以这边的名 就是说这边的明星菜 就是水煮牛肉 是 原来它的后味很辣 不是 我说过 就是辣辣的 其实比我们之前想象的 其实它 泰国菜它应该是会再偏甜一些 但这边好像再偏辣一些 是 改了 改了就没那么甜 正宗的泰国都很甜 正宗的它会更甜一些 那我们现在刚刚吃到这两个菜 都蛮辣的 一个是四川的水煮鱼 对对对 一个是泰国的青咖喱牛肉 师傅真的在香港 有那么多人喜欢吃辣吗 嗯 有啊有啊 真的有啊 这里有很多大陆游客 对了 说到大陆游客这一点 其实我们就经常在想到 就是说来这家餐馆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也问了老板的经理 就是说现在呢 已经是来到这边吃饭的大陆游客 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占了主要的一部分 主要 那你看 应该是 也挺成熟 十分之六 十分之六 都是超过一半的 六成 对 接下来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厚的一道菜 也就是我们最后非常期待 尤其是刚刚的香味一直铺鼻的一道菜 就是这个香辣蟹 对不对 地狱蟹 这个是地狱蟹 地狱蟹 地狱蟹 为什么叫地狱蟹 我觉得应该就是更辣吧 更辣 让你置身于地狱之中火焰之中 火焰一般的这种狂热 对不对 这个菜是不是也是在我们这里才可以吃到的 其他地方也没有的 因为我看你这个做法 没有煎过 对 这个做法是真的是兼容了 有香港四川跟泰国做法 因为也有加蒜头像冰公糖炒鲜那样的 又有四川辣椒 怎么样 超级香的 很好吃耶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腿里面一点空间都没有 就是说它整个肉都已经充盈了整个腿里面 所以能够吃到很多肉 你看通常哪有这么大的脚呢 这是大杂蟹吧 应该是 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菜 我又来谢谢我们的小魔女了 你看小魔女每次为什么我去一家菜 你就要找一家比我更高级更好吃的菜 那我是为了鞭策你 能够找到下一家比这个还要更好的 我们的观众才有眼福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饮食自由行当然也是要带大家吃到最好吃的菜 是不是每次到这一家 所以今天就来到了L16 让大家见到了美丽的风景 吃到了那么多国家的好吃的东西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张师傅 张师傅 谢谢 谢谢小魔女 谢谢 山中藏美食公园飘速箱 这个家餐厅不由的让我想起来了 著名的岛文作家黄蒙田的竹梨身处人家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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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张师傅 看来你还是有一点文学底子嘛 是吗 不过呢 每一次有英文的采访还不是要我帮忙 你 这不是说好了要分工均匀分配的吗 你自己说嘛 你又不是帮了那么一点点 你看 我下次不带你去吃好吃的了 哎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美食团圆 你看啊这个 这可不行 是吗 怕了吧 嘿 我倒不是怕 我就怕我们的观众啊 没有好吃的美食了 你可是要对我们的观众负责呀 好吧 那说来说去 还是要我们观众一定要吃到香港最好吃 最低到美食才行呢 要锁定我们的饮食自由行 那我们就饮食自由行 完了我最行下集见 下集会 배遇到香港人